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爱多美领袖成功之路的环节的主持人 韦杰 也是爱多美的钻石大师 请大家多多指教 欲不着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道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好好跟领袖一起来学习 很荣幸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爱多美 马来西亚领袖俱乐部的成员 他也是爱多美的玫瑰大师Fanishy 哈啰 菲妮 你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打胜招呼 还有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吗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菲妮 我是爱多美玫瑰大师 也是爱多美的领袖俱乐部成员 那么我也是Kotak Morning Demand Center的中心长 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对的 那菲妮啊 你本身哦 你现在是住在吉隆坡一带嘛 可是我据说你是不是来自 你是来自外州的对吗 我是来自瓜拉雪兰儿 的一个小渔村 那么这个渔村是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我都是在渔村生长 那么这个渔村给我的回忆是满满的很幸福的 很快乐的 好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你家里好像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对吗 嗯 我的我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 我有 我妈妈生了五个女儿 然后最后一个是弟弟 那么就可以收工了 就可以收工了 真的 一个生了一个男的就可以收工了 以前的时代嘛 大家都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男的来 就是传宗接代啊 对啊 传宗接代 但是现在的社会就不是这样子想了 以前比较保守一点点 但是我爸爸也不是这样保守的人 我爸爸是觉得OK的 女儿更好 嗯 你爸爸更疼女儿 是吗 对 我爸爸更疼女儿 现在我妈妈反正讲不够 女儿不够 真不够 小子要多省两个啊 因为现在女儿真的很值钱 现在女儿 所以现在女人都很强 很值钱 大家看这里 哈哈哈哈 以前是很多兄弟姐妹哦 然后那时候是爸爸跟妈妈 都一起去外面赚钱养家 对吗 所以那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是如何 嗯 爸爸是一个渔府 以前我小时候的时候 爸爸是一位姨父 然后妈妈就是做家庭工咯 就是在家里 就是负责家庭工咯 然后因为我们住在渔村嘛 呃 我们的生活就是 那些工作就是 巴西阿 巴西哈嘛 这些东西 嗯 然后补王啊 这些来赚钱 所以 巴西哈那边对吗 对对对对 所以妈妈也是补王啊 赚这些钱咯 来帮补家庭的那些花费 嗯 那时候你小的时候有 开始就是要帮忙做这些日程的工作 对对对对 小时候真的是 你有想象我们可以整天做住巴西哈的吗 真是整天啊 从早上做到晚上才去冲凉 就是那些人现在很向往的男朋友 可以把他扒侠那种扒侠 扒侠 啊 剩下 把他的壳扒掉 然后剩下那个虾肉这样子 然后你知道虾是 一kg有多少只吗 很多 所以你有想象扒一百kg的虾吗 我们真的有扒一百kg的虾 所以一定要冰镇着的那个虾 一百kg 还中过你本人啊 对 两个我啊 一百kg的虾 真的 嗯 因为我妈妈过后是 我妈妈是制造虾兵的 就是在家里自己 就是手工制造 homemade 那时候是全家人都一起扒虾 然后给妈妈去homemade那个虾兵 然后卖给外面的人 然后这样子来赚钱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对 那时候家境是到 一家人是挤在同一个房间睡觉那种 对 我们一家八口嘛 但是我们跟公公婆婆一起住 那么我们房间只有一间 因为婆婆也是很多孩子 所以叔叔那些也要房间 那么我们就一家人住在一间房间 嗯 挤在一间房间 所以你想象一下一个小房间 八个人睡在一起 那么宰的那个房间 嗯 嗯 那么过后的慢慢的 慢慢的我们慢慢长大过后呢 姐姐和妹妹就去跟婆婆睡这样子 嗯 然后家里的状况也越来越好转了 对吧 嗯 对 因为过后爸爸就不当旅夫了嘛 就自己有跟朋友 就是当朋友 就是打理生意 打理一间餐馆 嗯 那么这个餐馆就是慢慢的把我们的家的经济带好 嗯 你可以说一下哦 你说你 以前你都对这个钱有这个观念了 对吗 那钱对于你来说 那个时候啦 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 因为小时候我们我们几个姐妹还有弟弟嘛 我们是穷到就是要买零食都没有办法买的 所以我们隔壁两间家呢 它是卖零食的 所以我们每一天呢 都跑去隔壁家去问价钱 这个多少钱啊 然后这个糖果多少钱啊 那个auntie就会问你 你们天天过来问的哦 问不鲜的 都没有买 但是我们只是回复他一句 我们问鲜 我们知道价钱过后 我们新年拿了红包才来买 所以你看可以穷到那个程度 就是新年你才有办法吃到那个一块钱一千 一块钱的ice cream是怎样的哦 煎的煎桶的 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想往吃那个煎桶的ice cream嘛 嗯嗯嗯嗯嗯 所以各位啊 无论你家庭背景是如何呢 只要你努力呢 也是可以成功的 就好像Fanny这样子咯 那Fanny我想知道 就是你的爸爸关于理财这方面 好像也是给你比较不一样的这个教育 对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对 到我们经济比较好转的时候 爸爸我们就出来自己住了嘛 就有自己的家 这个也是政府给我们的家 因为政府来看我们真的是一家八口住在一起 就是一间小房间 然后用了很长的时间来review我们的家庭状况 然后分配了一间家给我们 然后爸爸的经济状况也慢慢的好转的时候呢 爸爸有告诉过我们 你买买东西要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因为为什么 当你买你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是因为钱的观念 然后你会想尽办法把这个东西换掉 所以这样子你是不是浪费更多的钱 来买一样东西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观念 我们都时常就会想到爸爸有教这样的东西 所以当我买sofa的时候 我搬家的时候 我也是真的是那时经济也是没有这样好 但是想到爸爸讲的这句话 我也是选比较好的那个sofa来买 所以你看我的沙发做到今天了 十多年了 我还在用着 所以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 是看到通常人家会觉得 可能你买不起第一个你想要的 你就选你第二个选择了 可是你爸爸反而是跟你说 你如果看中了第一个你喜欢的 你就要去买那个 所以这样子会不会无形中 让你更有的动力去找更多的钱 对 其实钱是这样的嘛 当你想要的东西 你一定会去赚来买它的 而不是你去存了这笔钱 你才去想你想要的东西 这一个观念 其实我之前有听到董事长 他也是有说 如果你向往的生活是一级的 你就要往那个方向的去 而不是因为现在目前的状况怎样 然后你把自己的那个梦想 拿来点当掉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观念 好 那你那时候 你中学毕业了过后 你就做了什么 中学毕业的时候 我在中学的时候 人家在考SPM 在温习这功课 我没有温习 我是在找着工作 你看有多么想要赚钱的 那个想法 生活欲望很强 我在看着那个报纸 以前是看报纸找工的 我在看着报纸 在找着工作 然后一个一个call 然后我还没考试的时候 我就已经interview了 我已经拿到工作了 那么我跟那个老板说 你可以等我吗 我要考试了 我考完试我马上可以来上班 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时间表了 我们知道几时考试 然后几时可以来上班了 但是往往最后一科就是华语科 华语科可能要拖到一个礼拜后 才可以再来再来考 所以我跟老板讲 我会拿一天假期再去考我的华语科 所以这样子 这个老板也答应了 然后我第一次应征就成功了 嗯 一次应征就成功 就证明很优秀 还好遇到贵人 遇到贵人 真的是 所以那个时候 你做了这份工作之后 你做了几久 其实我那份工作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然后我也是 就是我从华语科出来把神 所以我们是没有地方住的 所以也是寄人一下 然后我也每天走路出来上班 走路出来是等同事来载我 变成我 然后一起去上班 那你有没有发现 以前做这些工作 全部都是要靠劳力的 对啊 对啊 所以现在有这个网络的方便 好像爱多美 如果以前有爱多美 可能已经是尊王大师了 哈哈哈 真的是一定 但是一定要有网络 以前如果是不是像现在这样发达 也不一定是成功 所以是天 天时 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 对 那你之前还有 你有说过就是你非常喜欢这个钱 所以你当中学你选科的时候 只是选跟钱有关系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从小 在家里玩家家酒都好 跟妹妹 我一定会选什么来做 如果你是开餐厅的 你会选什么来做 我会选casual 因为跟钱有关系 我一定做那一个的 嗯 那么呢 那么呢 我就会想要赚钱的话 我也是选account来做 因为account很容易找工作 对那时候 很容易找工作 所以谁都可以请account的 所以我就选了account来读 但是以我的成绩啦 全科及格啦 其实是进不到account class 嗯 我只是可以进economy 或本能安安 这些class而已 但是喔 我鼓起勇气 我去告诉老师 我 给我进account class 因为我要读这一科 他讲你的成绩不能 我讲 如果你不给我进啦 我就退学 我要出去外面读LCCI 我很敢死的去这样子告诉老师 真的很勇敢 但是也是还好 我遇到真的很好的老师 他真的把我安排进去耶 当时我的 我的两个好姐妹也没有读了 我就重新开始 就是融入 一个人 一个人融入进去 那个班上 去开始读 那么什么科目我都不理 只有一个account account我才会 尽心尽力的去读它 然后也会 如果老师没有进班 以前中学很多老师 会不进班的嘛 会希望老师不进班 我是不会的喔 account class 我会自动的去教老师 然后我也会给的 全部同学 要不要补习啊 补account 我叫老师把我们补 这样子 只是account我才会这样子做而已 所以大家看得出喔 Fanny她是个很有行动力 然后很有目标性的 所以那时候有如愿以偿的 毕业了吗 有 我读到from5 那之后你出去社会了 你有去完成 你要完成的那一个问题 有有有 我就是出来做工过后 第二份工作 我就开始找了夜宵 因为第一份工作很远啦 第二份工作就靠近我读书的地方 比较靠近 然后我就读了夜宵 然后早上做工 做完工就去读书 第二份工作也做了六年 嗯 做到我结婚 嗯 那我知道就是你有一段经历喔 就是你省着要填满你所有空下的时间去赚钱 然后你省着去有摆过巴萨满浪对吗 嗯 在我结婚过后呢 因为那时我们的经济真的很不好啊 嗯 我另一半才几百块钱 八九百块钱 我就把自己嫁给他了 那么我自己是钱多块嘛 所以这样怎么样组一个家庭 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太爱吃 那个鸡排啊 很爱吃 爱吃过后我们就想过 自己卖咯 这样爱吃 当然也很多人应该也是很爱吃嘛 嗯 所以我们就去找这一个生意来做 当时就我只早上做工 然后跟老板要求早一点走 然后拜六礼拜就补回给老板 也是每一天都在做工啊 然后晚上就在就是盘完的时候 就是在巴萨满摆鸡排 然后我妈妈就觉得 这样爱美的女生啊 这样爱美的女人 去巴萨满摆炸鸡排啊 油烟啊 油烟又热啊 然后又辣啊 这些这些地方 然后妈妈都会很心痛啊 然后也会流眼泪这样子 为了这个东西流眼泪 然后我跟妈妈讲 没有关系的 我们最重要是解决现在的问题先 因为真的是我们结婚了 没有办法 如果你有下一代的话怎么办 没有办法生活的嘛 所以你一定要为了你下一代 就是你的家庭 而改变 所以我们就想到自己爱的东西 当然卖给人家 人家也会爱嘛 对这个理念跟爱多美很相似 所以当时我们在做巴萨满摆鸡的时候 很多东西他都干干的去尝试 那之后你有怎样的情况下 你开始认识爱多美的 其实我是辞职了 因为孩子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我辞职了工作 然后我是打算 我有一个part time 然后我打算在part time 那个office里面就结账来做 然后就其实当你这样子的 就是辞掉那个工作过后 你要去接很多分account来做的时候 你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因为以前你的责任只有一个嘛 你对一个老板 但是你要接很多account来做的时候 你就会面对很多老板 然后你责任更多 因为每一份虽然是小小 但是都有他的责任在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不行 我就觉得这样子不行 这样子就是做死我自己 我让自己更没自由 本来是因为要自由做part time 然后可以顾到孩子 可以顾到家庭 但是反而变自己不自由了 那个责任越来越重 所以我当时我只是接了一份part time 就是在我的 我的一个part time老板的office里面 做他的account 每个礼拜只是去一两次 这样子 但听起来蛮轻松一下 我也听说你也做到很不错 对吗 对对对 他是我的一个一个月的同事 跟我一个月我们相处 然后他自己出来创业 然后叫我帮忙 然后我就那时也是没有什么东西做 我就用晚上的时间来帮他开单 帮他做account之类的东西 然后慢慢的他的生意进入 就是set up了自己的公司 set up了自己的公司 然后我就把他set up了一个office 在我的自己人的就是saloon里面这样子 嗯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 你还有就开始有人跟你介绍艾多美是吗 其实我是在朋友的介绍下 他是来这样子问我的 他讲我跟你讲一个东西 还没进来马来西亚的 我跟他讲 你不要跟我讲来来销令哦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 但是他回我什么 你不可以应酬我一下吗 就是这一句应酬啊 因为我跟他蛮好的朋友 就是因为这一句应酬 我就真的是应酬了他 只是当纯的这样子听 然后我还很没有礼貌的 人家在讲我在看电话在讲微信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朋友一起听 所以我也是很不感兴趣 我真的是对这行不感兴趣 但是就偏偏一只牙膏牙刷 真的是很好用 然后也符合到我的要求 那么我就去开我的厨来看 我的牙膏这样贵的啊 这样小只我的牙膏70g 那时我买的是爱多美小只牙膏 是50g 才几块钱啊 70g是多少钱的 让我买10多块 10多块 所以已经贵了一倍 一倍以上 一倍以上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这样子我倒不如换这个牙膏 也适合我用 我用的很好 然后我也给我的孩子 试了他们也可以接受 这样我就把它换掉 就换爱多美的 这样我是一个很喜欢 很热爱分享东西的人 不管有做没做 我最爱分享 最好是没做 我分享的更开心 因为没赚钱的东西 你自然分享的 从心里面出来 那时候你虽然没有觉得要经营 可是你已经开始分享了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我跟他们讲 要买对吗 我帮你们买 但是我没有要做 你们要做 找那个介绍我的人 这样子而已 就用这样的形式 我不要做就对了的 然后我的上线一直跟我讲 我也是不要做坚决不做 所以也是 不做的人 现在也做成这样的成绩 对 所以爱多美的产品的魅力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那其中一个 你本身有到过韩国去做这个考察 对不对 对对对 我记得我是在 我是在煮饭的状态下 我的上线就打一个电话给我 他讲 你要不要去韩国看看 去了解看看 我讲去韩国 当时你知道 我不是因为做而要去韩国 当时是想到我没有去过韩国 我可以去那边走走 我就问了他 要不要要不要钱 他讲 住全部不用钱 只要买一个机票 这样我就心里想 很划算 只是买一个机票 这样我又在问他 有没有的去走的 他讲有 前几天是去走的 只是有两天去公司和去中兴 这样讲OK 这样子是OK 我当做自己去走走 我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是2016年1月去韩国 那时是冬天 很爽 还看到下雪 人生第一次看到一点点的雪 一点点而已 那么呢 我去的时候 刚开始去走街了 然后过后几天就去到中兴 然后中兴 那时我都还没用过我们的 因为为什么 我那个最基本的款 那时候你只是用过牙涮牙膏吧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太便宜 不敢用 哈哈 因为太便宜不敢用 这个是事实 人家讲 那个价钱 你以为是一纸的价钱 因为我本身做account 而且我是在抹 就是我们同样的直销里面做account 所以我很了解那个成本 一个成本来多少钱 我们要卖多少钱 那么如果爱多美跟我讲34块的话 我就会想到这一只东西是值多少钱 成本是多少钱 你第一个你的脑袋已经跑出来了 那个树木质 所以你就不会去接受这样便宜的东西 因为我们用的东西是审论里面的几百块一只ampill 你不舍得用的那个四五百块小小只 你知道我怎样用吗 像第一 多少用 这样有没有效果 其实用草是没有效果的 但是你为了省啊 没有办法 很贵啊 你一定要省省用啊 所以我去到那边的时候 他有讲 我们已经去到中心了 没有办法了 一定要体验产品了 他讲每个人都要try 几年 所以就是在那try的过程中 我就觉得 哇很好用哦 这个产品 然后我也是 因为我没有用 我妹妹用 我在韩国的时候 我妹妹wechat我 这样这套产品很好用 这样让我信心就增加了 对爱多美的看法就不同了 那么第二天就去到厂 有发现到 不得了 那么多品牌 嗯 这样那么多品牌的话 你会考虑 再继续用别的品牌 你去到那个科马的工厂 对 因为呃 在以我所知啦 这样多奶奶小莲娜 是没有办法给你去到工厂的 嗯 但是爱多美敢敢 带我们进到厂里面 嗯 去看 然后我才发现到 原来我在用的东西都那么贵 这样为什么不换一个平台来用 对 所以就是在韩国的时候 我才开始接触他的护肤品 哇真的是看到很多东西 一个考察团 那除此之外呢 他有去参加 哇公司的系统对吗 对公司的系统 过例咯 没有看过一个直销业 连我自己在里面做工的 两间公司 都没有这样大的一个表扬大会 我们的爱多美不是表扬大会 我才知道原来是每个礼拜在办的 一日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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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研讨会的人是塞到满满的 我们要走进去 我们都是要挤着进去的 所以就是在那时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 哇原来这个公司是不得了 只是一日研讨会 都那么多人 我们讲马来西亚的直销 一个表扬大会 你要一年一两次 才会有这样多人 你讲上课 不可能这样多人的 只是普通几个小时的课程 就好像一场大会的人数 嗯 所以你就开始感受到 它那个魅力所在 对吗 对 之后你回到马来西亚 你就开始火力全开了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一天 我们每一天都有home party 然后我们南山北下的这样子去 其实啦 这样子的话 我们每一场这样子办 这样子做的话 你的成绩真的是可以看到不同 真的是有那个效果的 对不对 一定有 所以各位 爱多美讲座其实很简单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home party home party 嗯 对呀对呀 三百马迪啦 没有三百加迪 三百加迪 对三百加迪 好 那你之后呢 你就开始在爱多美 你觉得爱多美哦 那些人经营的时候啦 他们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 然后让他们的能够成长的 在爱多美这个事业跟外面的真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因为很多时候 刚开始我们加入爱多美 我们一直把他认为这个是直销直销 所以当你一听到直销 你的朋友一听到直销 他们就会怕了 他们就会很怕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态调整来 我们要把他认为这个是在帮助人家的 让人家用到很好的产品 然后帮他省下原本就应该要用的钱 然后用到就是赚到了 如果他没有想要经营啦 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个平台告诉他 这个还可以帮助到你成功 帮助到你赚钱的一个平台 让他有选择 你要是用者 爱用者还是要经营者去选择 做选择 当然两者 老板所讲的 二者 折二 折二 对 二者折二 两个都要 两个都要 所以你也应该让他知道这个东西 当然如果他讲 我不要的我只要用 这样是勉强不来啊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选择 所以你的心态一定要归零 我们不是在做这个销 我们不是在卖 我们也不是在做直销 我们在是分享 分享好的东西 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在赚你任何的差价 没有卖一样东西马上赚钱 所以为什么你们要害怕 以前我也是害怕 因为我害怕卖人家东西马上赚钱 所以那个怕人家的眼神看着你是来赚我的钱的 但是爱多美在爱多美 我敢敢眼睛大大力跟你讲话 人大跟你讲话 因为为什么 我今天没有去赚钱的那个 一毛钱都没有赚 一毛钱都没有赚 是真的 一毛钱都没有赚 所以只是真的真心分享 很重要 所以当你突破了那一个点 你的心态不同了的时候 你分享的很快乐的 嗯 越做越开心 越做越开心的 你真的是觉得我是这本人啊 没有 就没关系 一没有 他那个人拒绝你 就是代表你在成长着 让他拒绝你 你要想一个 你要一个想法就是 哎哟 他跟这个爱多美没有缘分 他的福报还不到 因为有福报有缘分 你才会认识爱多美 所以大家每次遇到什么拒绝挫折 都不要感觉太过的沮丧 因为你应该为你自己的这个勇气 跟勇敢 感到你的进步 感到开心才对 那 Fanny你在这个爱多美 他给你带来生活上 怎么样的一个改变 我以前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女人 除了上班 雇我的 雇小孩 一心想着赚钱赚钱 只是 真的是我们学历不够 我们也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去赚到很多的钱 所以遇到爱多美这个平台过后 真的是改变到我很多 第一个 我已经突破了自己 可以上台 可以演讲 可以 可以 可以在到很多的人的面前 就讲出自己的感受 讲出自己的故事 或者是分享爱多美都好 所以这个已经把我改变了 我很敢跟人家分享在台上 以前的我是真的是不敢 也不敢想 而且我相信你的孩子 他们看到你这一方面的成长 他们也是觉得 也很骄傲自己的妈妈 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 我上了Dealers Club 我进了Dealers Club的时候 我的女儿有看到我的表扬的录影 她们 她都有送信息来讲 很感动 很感动 所以因为每一个点 好像你要成功的一个支持在哪里 是什么让你的推动力 让你想要成功 想要赚更多的钱 你来自于哪里 我是来自于我两个女儿 所以她们是我一个推动力 我必定要让她们拥有 就是无忧无虑的 在这一个小时候学习的 因为我能够给她的就是教育方面 你们留什么给孩子 我觉得是留教育给他们 留很好的教育给他们 以后的事情我们就没办法掌控的 所以我先做好这一部分 让自己有那一个能力 去把他们养大先 所以 对于一个母亲 我觉得Fanny她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给她的女儿 成为一个学习的榜样 所以她做得非常的棒 因为我很怕跟她们脱结 我很怕 所以我每次 因为你说你跟你女儿是非常非常亲密的 对不对 好像姐妹这样 是啊 我跟她们就好像 我跟她们讲 我们要当做我们是朋友 这样子的沟通方式 然后偶尔骂还是会骂的 因为父母妈妈妈 做错我们还是会骂 但是在私底下 我们还是可以抱一下 这样子的态度 这样子的动作 所以我跟她们讲 我的心事我都讲到完了 毫无保留的 让她知道我现在在做些什么 我现在是怎么样的生活 让她们知道 让她们也融入我自己的生活里面 然后也跟她们讲 因为我觉得 我要让你们知道 当你们遇到什么东西 你们都可以来跟我讲 我也是一个 让你们可以倾诉的对象 Benny我想要问 如果今天你没有遇到艾桃梅的话 你觉得你现在会做这什么 这个 可能我在咖啡店 卖这拿西人吗 你们相信吗 而且想要吃拿西人吗 因为我妈妈的手艺很好 我妈妈的拿西人吗 就是三八俠很好吃的 所以我跟我妈妈携了三八俠 因为我还没来认识艾桃梅之前 我是想要经营这个事业的 就是我要去咖啡店里面 卖三八俠 我连那个包饭的纸 我也买便便了 那是拿西人吗 那个纸包三角形已经来了 对 买了 然后我也自己试了 怎么样煮三八俠 我也煮出来了 只是切一个就是她出去的那一步 然后我姑姑就跟我讲 你不要啦 你不要去咖啡店卖啦 你长得这样美 你去那边卖拿西人吗 不要这样辛苦可以吗 就是因为那句话 我也是其实也没有这样在意 我其实我是一心想要赚钱就对了 可是那句话呢 咦 你就好像慢了半课 然后呢 就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咦艾多美来了 对有选择了 有选择了 就是 在这个 如果你有去做这个拿西人吗的话 它也是要靠劳力 才赚钱那个金钱 对 所以这个跟艾多美很大的不一样 对不对 对 然后 本来是讲做拿西人吗 是因为 可以早上早早起来去卖 孩子去读书了 卖 然后请一个嘎嘎帮你包 这样子 然后还可以回来照顾到孩子 可以接到孩子下课这样子 这样喔 但是你觉得这个 这个工作累不累 我想到都累了其实 很累了 过后我才知道原来真的不简单 难怪我爸爸以前我要回去 就是我出来打工的时候 我要回去 就是接我爸爸的帮 接受他的快餐店 就是做这个快餐店的时候 我爸爸告诉我 你永远都没办法跑 如果你回来的话 你会绑着你一世人 因为做餐馆真的不简单 真的是不简单 所以你那时候就选择了爱多美咯 对不对 是因为看懂了才选择了他 我告诉很多人 你不要把它当做是一个 一个卖产品的 其实我们在卖 刚才我所讲的 我们不是在卖 我们在分享 同时把这个 business 分享给大家 这个真的是一个生意来的 爱多美就是一个 我们的财产来了 是一个财产 然后也是一个基金 今天你如果是很有钱 你留一笔财产给你的孩子 但是不保证你有一个很好的孩子 可以继续把你的那个财产 一直的整备整备 一直的备整 但是爱多美不同 你留下来的 你的孩子几会拜都好 讲真真 你的孩子几会拜 每个拜二还会有 对 你两脚生了 你不在了他顺 OK 爱多美每个拜二都出钱给你的孩子 给他生活 你不怕你的孩子没饭吃啊 没屋子住啊 不怕他们生活还是继续走的 但是前提你一定要跟你大孩子讲哦 必须每一年去Active你的户口一次 哈哈哈 对对对对 这个一定要留下来的 这个是什么 商贷的收入 然后这个是 愚言 哈哈哈 对不对 对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我们的户口很值钱 现在已经要跟他们讲了 对 所以在爱多美 我们就是看到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真的 如果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很努力的在一个平台的去打拼 但是到今天你还没办法成功 是因为你选择错平台 嗯 但是爱多美 如果你选择对了 你看懂他了 你一样 你的努力一样 你的付出一样 但是你的回报绝对是不一样 绝对一个努力的回报这样 一个努力的回报是这样 是真的 你选择哪一个 是真的啊 他就是一直滚 把你的组织一直框大 嗯 然后真的没有办法想象的 你真的不懂全是修来什么福报 可以 因为你也是见证到他备整的那个收入 对不对 对啊 我从2019年的时候 我的收入是200多千 年收入 那我看到2020年是 每一个人是最惨的时候啊 嗯 每一个经济都在喊惨啊 很多行业都在怕啊 但是我们可以备整到 我可以有年收入400多千 嗯 所以你会觉得 哇 这个让人家看到那个被诊啊 他其实真的一直在方便 真的是存在的 真的是存在数据 是不骗人的哦 对 我还很好笑得到 有一个伙伴 刚加入的 他告诉我 Fanny 我不懂哦 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你是真的有十多二十千的话 我跟你全力以赴 嗯 十多二十千哦 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 我告诉他 我不是这个收入咧 我告诉他 然后我讲我们不骗人的 我们做爱多美的人 是不骗人的 我们很透明的 敢敢给你看 对 然后我也不开系统给你看 因为为什么 今天我开系统 你讲可能造假的哦 我今天直接翻什么 我的CP58给他看 我讲这个是我要拿去报text的 每一个做事实的人都有CP58 他们都懂这个是拿去公司给的 拿去报text的 所以这个不是能造假的 对 没有办法造假的 所以我翻给他看 他才 吓到 原来你的倍增降够力 对 所以现在在 屏幕前面的朋友 如果你还在犹豫的话 我们欠你就是 加快脚步 也不要再犹豫了 对不对 好 那今天我们这个环节 也要到此为止 那Fanny还有什么 最后的话 要跟我们观众说吗 就是 如果真的 已经看懂了 已经了解这个平台了 不要再等了 很多人讲 等了我慢慢来啦 慢慢来 你要几慢 已经很慢了 已经很慢了 已经很慢了很多 国家都已经开始了 你还要慢 如果真的看懂了 不要再慢了 加快你的脚步 让你的成功的速度更快 因为我们家里还有孩子 还有父母 所以你们不要把你的脚步 就是放慢了 对 我觉得 很可惜的是 已经看到爱多美 可是他们没有去行动 比起那些还没有看到的人 这批人真的是 要加快脚步的 那今天呢 我们非常感谢 Fanny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希望呢 下一次有机会 再听到你更多的分享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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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